我們來錄影 好 來 橫梅 錄影 好 我覺得這張椅子 它蠻有一些想法的 它用一些這個單元 去做一個主動的一個形式 那這樣的形式的話 可以有蠻大的可能性跟彈性 去做出各種類型的一些形狀 跟這個家具 那我覺得它現在是用 把它編成一個樹葉的形狀 那我看得出它很大的一個潛力 那我覺得家具在應用上面 它可以配合電腦跟這個 材料科學等等的那個應用的話 它能夠去握持到很多彈性的空間 跟那個家具 那如果說它在記憶部 可以有改善的狀況 我覺得有兩點 第一個 家具有機會再配合電腦輔助的話 去瞭解人體工學的形狀 然後去做出一個適合電腦輔助 去做一個形狀 然後去把它彈出來 把它變成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可能在於它 它目前為了呈現這個造型的很改 在這個支撐架的部分 它是用另外一個系統來做 那加上或許可以再考慮說 同樣的一個系統 它去把一個支撐跟一個造型 然後去把它做一個整體性的彈性 那或許也是因為有感性的彈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從這個結構的上面來看 它是不是感性的彈性的作品 我也很喜歡 謝謝